一早市林建坛路口跟大家say hi 蒋王安一秒成了路过民众拍照打卡的人行礼牌 深受长辈喜爱蒋王安笑开怀 但下一秒提到引以为傲的戏骨经验 却连这几天被绿营追打是笑话 还帮助中资企业违法借壳上市 被美国政府告上法院 蒋王安就气扑扑 国安会民主主长顾立雄 在过去担任资深合伙人的万国法律事务所 在大陆都设有封锁 然后赚的就是中国大陆市场的钱 民进党永远就是说 绿能你不能 其实这都一样他在说 没有人在下面看这里 但是说你的戏骨经验是什么 那你当市长这些经验是不是可以 借助让台北的市政能够做得更好 那只不过是后来他发觉就是说 那些经验并没有办法引用在台北 就是这样子而已 美国戏骨三方开火 连美国NBA球星魔兽也被榴弹波及 开直播和网友聊天 看到加盟桃园云报队的魔兽背后选择12号 正好与自己的选举号刺相同 陈志忠一时太开心却引发失言风波 称错神的就当作一个冷笑话吧 职业运动员他们的背号 对于球迷来讲 这个意义是远大于候选人的号刺 所以他这样的说法 其实是对运动产业的不熟悉 以及对于球员以及球迷的不尊重 蒋万安又在NBN议题扳回一城 但日前辞立委动作慢被对手轰 效率差 黄山山还说他是堂木结蛇 辞职都没有执行力 以后怎么有极占力 北市萨卡多选情胶着 真的让选民看得瞠目结蛇 进行为李丹倩萧宇之陈志峰采访报道